大家好我是熔哥哥 这期节目我们来介绍一下野人对抗破轮的一些技巧 如果野人骑猪冲刺和破轮的车轮相撞会发生什么呢 到底是野猪会把车轮撞飞还是车轮会把野猪撞飞呢 带着这个问题熔哥哥到实战中和破轮较量了一下 熔哥哥骑上猪马上就遇到了车轮状态下的破轮 野人对战破轮时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小伙伴们一定要知道哦 一野猪的速度快还是车轮的速度快呢 在实战中证明了破轮车轮的速度明显快过野猪 变成车轮的破轮一下子就赶上了骑猪的野人 所以千万别想着用野人骑上猪后和破轮比速度 车轮永远是跑得比猪快 第二野人的野猪是无法替野人挡破轮的穿刺的 我们知道野人骑猪是可以抵打大多数监管者两刀的攻击 但是这点对破轮的穿刺是无效的 破轮的穿刺会直接叠加在野人身上 并不会被野猪打伤害 所以千万别误以为野猪能变成刺猬 所以拼命的和车轮玩 最后变成刺猬的会是野人 野人逃遇了危险处域后 也得自己下猪慢慢的拔刺 不过我落落的吐槽一句 呃...大哥 你这拔刺是认真的吗 刺在背后为啥在前面拔呢 这动作是在敷衍吗 好吧 野人是来搞笑的 第三 野人的野猪撞击破轮最好的机会是 破轮变成人形的状态 和其他监管者一样 破轮在人形状态下 是可以被野人的野猪拱到墙上的 啊... 啊... 第四 野人的野猪冲刺 如果和破轮的车轮同时相撞 到底谁会被撞飞呢 带着这个有趣的问题 龙哥哥到实战中去尝试一下 由于破轮的车速比龙哥哥的野猪可要快多了 所以这一路上追赶破轮确实太费时间了 而且小伙伴们要注意 野人骑猪是有时间限制的 如果等骑猪的时间完毕了 系统自动让野人下猪 那么技能就要冷却一分钟 而如果你在骑猪的时间结束前 自己下猪 那么技能只会冷却三十秒 所以这个要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野人骑不上猪就非常危险了 找到了一个好机会 龙哥哥的野人 骑猪终于撞向了破轮的车轮 结果发现穿过去了 野人无法把滚动车轮状态下的破轮撞飞 而野人撞上车轮 自己还会中了破轮的穿死 这一撞等于自残 不过破轮在轮胎形态下是无法打出恐惧震慑的 所以翻穿翻板是克制破轮的最好方法 好了小伙伴们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第五轮格的实战教学 关注小龙哥哥 两只乌龟 两只乌龟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龟壳 还带着兔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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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